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您好 歡迎鎖定的是 今天晚間的十點不一樣 我是錢麗如 尾巴衝突 我們首先要帶您來看到 在加薩當地的醫院 現在淪為了劍靶嗎 因為根據了路透社的 引述加薩官員的說法 說過去一天 有四間的醫院遭遇了空襲 尤其以色列先前指控說 哈馬斯把總部 設在各地醫院的地下室 因此懷疑是以色列蓄意攻擊 而加薩的衛生部更指出了 當地有一所癌症兒童醫院 遭到了以色列坦克包圍上千人 現在面臨了危險 但對此我們來看看 以色列當局是使否認的態度 而且他們反控是 巴勒斯坦的武裝分子所為 再次讓外界物理看花 然而在加薩當地的人道危機 持續亮紅燈 不斷缺水缺食物缺止痛藥 還有一位父親透露說 試圖帶著兩個孩子逃到南加薩 卻遇到了一輛以色列坦克 朝他們開火 當場死了七到八位民眾 目前加薩當地三十五間醫院 有至少十八間 以及被迫關閉 轟然巨響火光沖天 待在救護車內的醫護人員 雙手遮住耳朵 嘴裡不斷禱告 位於加薩北部兩間醫院 成為以色列攻擊目標 瞬間也向曝光 場面觸目驚心 而加薩境內最大醫院 西法醫院也有民眾 募集飛彈掉落瞬間 一枚飛彈不偏不已 吊在平民搭建的帳篷區 一時間尖叫聲四起 宛如人間煉獄 一巴衝突至今 加薩至少四間醫院 輪為剑拔 唯一一間兒童醫院 甚至遭到以軍坦克包圍 平民想撤離 又被炮身 槍身逼退 醫院上空 非但劃過痕跡 清晰可見 平民慘況卻無法讓 以色列停手 加薩三十五間醫院當中 至少有十八間醫院被迫關閉 大批傷患求助無門 多家醫院成為剑拔 摸黑治療病患 快成加薩醫護日常 以軍不停守 加薩醫療 已處在崩潰邊緣 TVB的新聞宣布到 衝突已經届滿一個月了 不如以色列有鐵胸防空系統 加薩許多地方只剩下斷圓殘壁 總計以軍在加薩走廊 投持了總共兩萬五千公噸的炸藥 這威力相當於兩枚的原子彈 更多的內容 我們先把時間交給作合 好 以哈衝突一個月的時間 現在以色列的軍隊 他們也進攻到了加薩市中心 到底這炮火有多猛烈呢 我沒有數字 您可能更有感覺 我們看到聯合國的人道事務協調 就公布了戰爭 將近六天的數據資料 就發現這個空襲的炮彈 數量來到了6000枚 那麼當年美國攻打阿富汗的一年 總量也差不多就是如此 這威力形同就是兩枚原子彈 而一個月的總計 已經是在加薩 投擲了25000公噸的彈藥 另外在廣島 比起來它其實當時面積 只有900平方公里 可是加薩的面積更小 但是你看到 他要承受這麼多的彈藥 另外根據歐洲地中海的 源泉觀察組織 他們也指控說 以色列軍隊一次是使用了 像是極速彈和白鱗彈 這些被國際間禁止使用炸彈 以色列已經攻進了加薩的市中心 而且他們聲稱摧毀了130處的 哈馬斯地道入口 以色列這一波參與地面戰的2520 1萬名的兵力全部都是後備役 這在過去是相當罕見 哈馬斯也持續的反擊 持火箭筒攻擊 雙方在當地爆發激烈巷戰 連防彈背心都沒穿 哈馬斯成員單槍匹馬 一肩扛起RPG火箭筒 轟炸乙軍坦克 利用建築物掩護 再炸了以色列的裝甲車 哈馬斯釋出多段 與乙軍激烈薄火影片 擊中乙軍陣地 還用超近距離砲擊坦克 又或是躲在建築物裡開槍 畫面上都能看到 哈馬斯成員不斷跑動 像打游擊戰一樣的攻擊以色列 完全是敵在明 我在岸 哈馬斯在最熟悉的主場 和乙軍爆發激烈巷戰 哈馬斯成員身上的防護裝備 頂多就是防彈背心 他們沒有成群截隊 沒有大型武裝軍車保護 利用地道來回穿梭攻擊 這也是他們的最大優勢 以色列也知道不毀掉地道 就難以殲滅哈馬斯 所以 接二連三爆破拆大樓 炸房子 輕戰場 還帶外國媒體團 直到哈馬斯的小型軍火庫 外牆都被轟成像是馬蜂窩 走進這棟建築物裡 有些房間的布置 看起來就像小女孩的臥室 但是乙軍說這裡是武器庫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兵器 只有我們 起出大量武器 包含RPG 彈藥等等 還公開了哈馬斯的地道景 這就是個建築物 我們在調查 和傳統的飛機 伊軍帶著路透社等外媒直擊 確保外界要看到哈馬斯 是有備而來 這些是非常緊張控制的 visit 非常限制窗 既然以軍加快腳步開挖地道 但是曾經擔任臥底的前以色列軍官表示 很難知道哈馬斯地道到底有多廣 很難知道哈馬斯地道到底有多廣 更有多达240名人质 被分批藏在不同地道中 这也让营救更为困难 因此以色列为了确保哈马斯 绝对跑不掉 就连海军都出动了 机枪上膛 小队待命中 以色列形同从海陆四面包围北加萨 在以军的记者会里面 更宣称哈马斯在北部已经完全失守 以色列大军压禁 这当中IDF第252师的作战格外受瞩目 为什么要特别公布第252师 因为这一整个师都是后备役 就代表有一万名的后备军人 分成四个步兵旅 一个装甲旅参战 这也是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后首剑 强调以色列绝对不会停火 尽管加萨平民伤亡惨重 但是根据美联社报道 以色列大多数民众仍认为 这场战争是必要之恶 必须报复哈马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以色列同意在北加萨 每天人道停火四个小时 最近两天总共撤离了十万人 然而根据统计 冲突以来超过一万两千四百人丧命 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死亡 但以色列否认加萨有人道危机 人权组织者炮轰以色列犯下战争嘴 好几栋高楼瞬间灰飞烟灭 加萨市以西的沙地那民营 遭到以色列强攻 以色列军方宣布摧毁 沙地那民营的哈马斯基地 击比150名成员 而连日遭到袭击的贾巴利亚那民营 以色列有重大掌握 但以军开轰的地区 接下来不止如此 以色列早就预告 整个加萨都是攻击范围 民众推着轮椅还有人组着拐杖 在以色列开放的撤离走廊 萨拉赫定路赶路 以色列每天人道暂停四小时 让加北平民撤离 一连两天超过十万人难撤 以色列国内人权组织都出面指责 不过负责协调加萨物资的以色列官员强硬反击 他强调加萨冲突以来每天有700辆物资卡车进入 随着加萨境内状况惨烈 沿接埃及和加萨的拉法关卡 日前持续开放外籍人士撤离 如今再度关闭 也让许多等待离开的家庭 再度陷入漫长等待 KVB的新闻众报道 尾巴冲突掀起了全球穆斯林的示威 美国驻中东的外交官发电报回国警告 说现在仇美情绪正在中东地区持续蔓延 美国如果不支持全面停火 可能会失去一整个世代的阿拉伯人支持 这当然会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布局 约旦首都安曼进来天天上演示威 力挺加萨的巴勒斯坦人 走远一点到波斯湾的卡达 再到雅丁湾的夜门 全是巴勒斯坦旗帜随示威飘扬 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大串联 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官员还质问西方国家 乌克兰被轰炸的时候骂俄罗斯 那加萨人被炸的时候怎么就双标了 哈马斯官员也在黎巴勒隔空 阿拉伯国家跟美国的关系 因为以色列而推上风口浪尖 美国驻中东的外交官更是发电报 回国警告阿拉伯的反美情绪 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美国总统拜登虽然要以色列暂停行动 但是坚持不用停火 Cist fire这个字眼 西方国家内部也有杂音 法国总统马克宏跟拜登就不同调 说停火是保护加萨人的唯一办法 铁宣纵报道 好 另一头别忘了还有乌俄战争 阿夫迪夫卡的血腥战役仍在持续 为了夺下这一座堡垒城市 俄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跟物资 采用新的战术 目前双方总共有10万名的兵力 在此对峙 详细分析在教育作恒 我们看到俄乌战争有最新的进展 当然这场战争它持续的时间 真的是非常的长 而我们看到现在军队方面 他们要来决战的点就在堡垒城市 首先我们看到是乌克兰军队 已经是渡过了蒂涅伯河 要来深入执行作战行动 当然对俄罗斯方面 他们的军队也相当的紧张 所以不只是集结在赫松地区 另外在阿夫迪夫卡 也使用了铝热弹 来袭击乌克兰的军队 而我们看到也说 这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 是遭到乌克兰的海马斯给破坏掉了 只是现在双方要集结在 这个堡垒城市来决战 俄罗斯方面说也有一个 全新的作战模式 这个模式是什么 就是向乌克兰的军队阵地 来挖隧道 再放置爆裂物毁坏这个阵地之后 他们就可以随后杀出 突袭乌克兰军队 也希望藉由这样的方式 让这场战火他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突破点 就差一两公尺 炮弹就要直接命中第三突击旅的壕沟 而且俄军还派出无人机回船坐标 虽然官兵对空射击希望破坏情搜 但是俄军炮兵获得坐标后 每次开炮就只有些微的误差 第三突击旅公布影片 指出驻守巴赫姆特的俄军在即将入冬的这段时间 突然变得非常活跃 似乎摆脱过去严守阵地的束缚 恨不得把憋了好长时间的怨气和怒气 借由一发又一发的炮弹 朝第三突击旅的阵地倾巢而出 而且几乎弹无需发 就在俄军拼了命不断开炮时 第三突击旅官兵只能窝在壕沟里 等待俄军停止射击后才有机会搜集情报 以研判俄军狂轰滥炸的背后 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战术需要或战略意图 就在这个时候 官兵又发现了一架俄军无人机朝阵地飞来 刚好成为第三突击旅官兵的出气筒 举起步枪就是一轮典放 打不到 没关系 只要沿着无人机的飞行轨机撒子弹就是了 总算是黄天不负苦心人 了结掉俄军的无人机 根据乌克兰军方情报透露 俄军这段时间试图夺取 位在巴赫姆特以南的阿德里伊夫卡 和克里什基夫卡两座城市 希望突破俄军在巴赫姆特的西南防线 但是俄军的行动并没有成功 反而遭到第三突击旅的重创 据称战败的俄军留下大批重伤者 和阵亡同袍的遗体在仓皇之中 撤离战场 不过这项消息并没有得到 俄罗斯方面的证实 然而如果说有图有真相 那么在阿富迪夫卡的激战 恐怕不容俄军否认 乌克兰第47独立机械话旅 公开一段打击俄军装甲车队的影片 乌克兰无人机紧紧跟在俄军后方 准备击杀这辆坦克 但是俄军并没有察觉到危险 采取行进间射击的模式奔向战场 就在这个瞬间火光四射 坦克变成一团火球 不过电后的第二辆部战车 并没有因为恐惧而停下来 反倒是加快速度 一路开炮向前冲 但是依旧躲不过乌克兰无人机的锁定 命运如同第一辆坦克的画面重播 唯一不同的是 这辆部战车被击中后 发生了二次爆炸 巨大的威力把炮塔炸飞到半空中 零件喷溅到好几公里之外 尤其俄军前段时间 才在阿富迪夫卡遭遇重创 为什么没过多久又卷土重来 不得不令人好奇 到底阿富迪夫卡有什么迷人之处 根据报道 俄军的目标就是要夺下 全欧洲最大的焦炭厂 这种专业工厂的主要功能 是生产炼钢用的焦炭燃料 而且也可以冶炼加工 或回收焦化产品 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 虽然阿富迪夫卡在战前只是一个 人口不足三万人的小城镇 但是他的战略价值极高 即便现在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但是警方还是希望 少数不愿意离开的老人家 可以配合撤离 要去拿着自己的威力 因为这里射撇 然后你会被人家的威力 可能会不会有机会 明白吗 远方出现传来的枪炮声让老奶奶不再坚持 这个时候警方赶紧帮老奶奶带着宠物猫 简单收拾行囊转往安全地区 乌克兰总参谋部宣称 阿夫迪夫卡守军已经打退俄军超过17波的攻势 不过当地大约还有1500位居民不愿撤离 目前警方和镇长正在积极劝告当中 因为根据军方的通报资料 俄军依靠倍数与守军的兵力强攻阿夫迪夫卡 已经为防线带来不小压力 尽管俄军蒙受了好几千人阵亡的重大损失 但是依旧集中兵力 进攻位在焦炭厂东北方的矿扎堆 据称战况非常激烈 英国军情局分析 俄军在阿夫迪夫卡屡屡受挫的主要原因 除了乌克兰部队的无人机攻势 发挥的淋漓尽致之外 主要也得益于天然地形的优势 军事专家指出 由于乌东战线属于平原地带 对俄乌两军来说 都是一手难攻的战场 如今的情况是俄罗斯要占领阿夫迪夫卡 自然扮演了攻击方的角色 但是俄军进攻战术实在太过死板 老是用坦克和装甲车冲锋 在没有天然掩体的保护下 只能被乌克兰当成火把来打 根本忘记了半年前 瓦格纳佣兵是以什么样的战术 攻入巴赫姆特市中心 当时在普里格金的亲自带领下 瓦格纳佣兵放弃装甲突击战术 而是以步兵小分队的方式 划林为整地渗透到市区 然后再集结成为一支完整的武装力量 慢慢把乌克兰守军逼退到市中心以外 完成占领任务 如今的阿夫迪夫卡战役 几乎就是巴赫姆特围城战的翻版 只不过负责进攻的 俄罗斯正规军指挥官 战术素养确实比不上普里格金 也因此现在传出正在车程 接受训练的瓦格纳佣兵 有可能带着巴赫姆特战役的经验 重返乌克兰战场 车程领导人卡德罗夫 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公布一段影片 声称瓦格纳和车程部队 在近期展开一场联合训练 为双方带来非常重要的成果 演练内容包括操作各式武器 和实弹射击 野战救护与后送等等 虽然并不清楚瓦格纳派出 多少人参与这次训练 不过卡德罗夫却在平台上 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 强调他相信瓦格纳佣兵 不但是勇敢高效的战士 而且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会完全不辜负属于他们的声誉 就在美国事故战争研究所警告 俄军在短期内 还会对阿夫迪夫卡展开 新一波的攻势之后 卡德罗夫在这个时间点 公布瓦格纳佣兵的训练影片 不免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怀疑阿夫迪夫卡会不会是瓦格纳 重回乌克兰战线的试验场 我们再来看众所瞩目的拜席会 已经确定了将在下周 11月15号登场 白宫表示包括了美中经贸 还有半导体的议题 以及台海问题都将是讨论重点 也有美方官员透露说 拜登预计还会呼吁北京当时 不要介入台湾选举 猫熊专机飞抵四川 旅美超过20年的大猫熊 美香天天一家三口 终于结束外交任务回到老家 猫熊外交告终 美中之间持续紧张 两国该怎么做 下周是关键 拜席会日期终于敲定 两国领袖将在下周 APEC峰会上举行会谈 时间就定在15号 内容聚焦经济科技半导体 台海也将是重点议题 白宫方面强调 所有美中看法分歧的议题 都会讨论 包括人权台海南海 以及美国企业劳工的公平竞争 台海议题当然会占有重要位置 有美方官员透露 拜登预计将呼吁北京 不要介入台湾和美国的选举 然而见面三分情 分析认为这场败席会 将成为美中关系的转捩点 不过两国领袖会面前夕 美国财长叶伦 先会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谈美中贸易前先下马威 警告陆器资助俄罗斯恐面临后果 但叶伦也不忘在地 橄榄枝 重申不寻求经济脱钩 但军事角力 没在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防长奥斯丁双双出席 美印二加二部长及会谈 除了重申区域和平 重要性关注台海 两国将强化国防合作 共同生产史崔克装甲车 部署地点就在中印边界 拜习会前夕 美中国防经济角力 依旧暗潮汹涌 TVBS新闻 尼家辉华府采访报导 美中双方的军事角力是持续的 传出中国大陆 还想在中东的阿曼王国 设立军事基地 扩张习近平霸权 这让美国总统拜登 赶紧跟阿曼的元首通电话 双方通话内容 时间在这里组合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中东地区 现在也出现了中美的角力 不止了拜登 最近他是集抠了阿曼的元首 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 现在中国大陆传出 可能在这边建立军事基地 首先我们要看到 这位置多么重要 因为地底位置的关系 它可以来监控波斯湾 而且必要时也可以控制 而中国大陆 有将近50%的石油 会通过这边 而且掌控这边之后 在石油跟天然气的运输上 也可以更有保障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在阿曼建立 这样的军事基地的话 其实距离他们的极部地基地 只有1330海里 当然对他们来说 也可以制衡美国海军 巴林基地 以及印度西部的司令部 所以我们看到拜登相当的紧张 最新的是 也担心中国大陆 在中东的军事发展 不断的扩张 所以拜登 他就跟阿曼的元首 两个人进行了通话 而两个议题 我们先来看 被称作行走肺炎的梅江峻 现在秋冬季节大爆发 中国大陆正值感染高峰席 儿童病患挤爆了医院 后者至少是四个小时起跳 甚至得在户外跟树下来掉点滴 而高危险族群包括哪一些呢 青年跟孩童都要特别注意 中国大陆的儿科医院 仍满为患 南韩媒体韩联社注意到 肺炎梅江峻正席卷中国 病患多到得在医院外的公园 树下掉点滴 非常可难 根据中国大陆官媒 北京的儿童医院 病床一床难求 优先提供给重症患者 而在诊间 每天病患多达上千人 每位医师平均接诊 超过一百名儿童患者 甚至医院提出公告 后诊时间长达四五个小时 肺炎梅江峻 肺炎梅江峻 感染高峰 而且有低龄化现象 今年的植原体感染呢 应该说病情重的孩子比较多 那重症的可能会出现 呼吸衰竭呀 心衰呀 甚至有脑病的孩子 会有生命危险吗 会 除了肺炎梅江峻 流感 新冠病毒也正在增加 这个月下个月到一月份 我们的预测会有个小小的高峰 新发的一些新的变异株呢 变化不会很大 但是它对疫苗逃逸作用有效增强 这个冬天 中国大陆的孩子们 面临多重病毒夹击 而周五在厦门举行的 台海通道研讨会当中 聚焦在推动福州 平滩岛到新竹的高铁方案 距离是68海里 陆方更强调 已经具备相关的工程技术 特别用台语问候开场 是否想拉近两岸距离 大陆国台办再抛出新构想 10号台海通道研讨会 在厦门登场 以福州平滩岛到新竹南辽渔港 想推坐高铁来到台湾 而选这辆点主要是距离最短 工程费用低 以及沿线水浅地址好 加上陆方强调 已经具备相关的工程技术 它如果要做隧道的话 只能做沉埋隧道 它要在海底清除一个基础出来 然后在上面做防水隧 以这个海南两岸 两边的工程师的 这个隧道工程师的水准 技术上应该做得到 技术上学者正面看待 在早在20年前 陆方就有意推行 只是若晨真未来边境安检 是考验 而在论坛上 下进大桥 辅马通道 大陆测前起工作 也已经顺利展开 希望深化同城生活权 如果政治的问题 没有办法去解决 那我想现在来讨论这个议题 可能都言之过早 意思就是两岸第一螺旋 若还是持续升高 恐怕人寸步难行 因为根据日经亚洲报导 认为大陆正加大力道 想要对台威胁 北京恐怕变本加力 试图影响台湾的2024选情 两边手法 一边想拉近距离 另一头又想要介入我选举 怎么拿捏是个问题 TVB新闻终于冯年轩 台北长报导 当然台海局势 还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专家分析倘若中共攻台 有非常高几率将直取北台湾 近期朝野立委决议 要求国军在淡水河 进行实弹验证 测试河口防卫 是否能够走效 尖敌于滩头 阻敌于淡水河口 共军直取北台 速战速决的情势预判 就反映在探光演习 不过敌军会乖乖的 冲进河道吗 水路上的阻决陷阱 是否会奏效 联合国土防卫作战 连两年在淡水河口进行演练 因为附近邻近世界地 人口又众多 因此武器射击的项目 向来都是采取使兵不使弹 但未来如果在河面上 爆破呢 客难战法去年才陷送淡水河 由M3扶门桥车和官兵 将装载爆裂物的油桶镇 布放于河面 加上第一是强攻的 解放军气电艇 和两栖突击车 只是破坏力 无法借由空操实地验证 其实我个人认为 在淡水河要进行实弹测试 难度非常的高 为什么 因为首先第一 它附近有台北港 还在营运 另外而且淡水河上 它其实也有包含渡船 如果万一实弹没有炸完 然后沉到河底 你其实根本找都找不到 陈平时期安全是绝对优先 这个构像并非始于军方 而是国会朝野立委决议要求 这个障碍物的设置 要全方便的去考量 而不是只考量到一两样的东西而已 以前我们在兵器推演的时候 我是担任攻击军 我就说我要夺取台北港 结果防卫军说 台北港我有很多储油槽 到时候你如果要夺取台北港的话 我就把这个油放出去 然后形成一片火海 你就没办法夺取 我说那很简单啊 我在夺取前的两天 我就先主动把它打爆 等到油烧光之后我再来夺取 财务本部退役人员不反对火攻 前提是厘清时机和目标 野牛式气电船 它具备有这个 这个航速快 载量多的一个特点 但是它也有体积大 这个造价高 它的抗损性很差 换成拐两六了 也是一样 它也是铝合军做的 对不对 而且这种大规模登陆 它一定是所有的登陆数据 你要考虑到它 航速最慢的那一个 它不是航速最快 那一个跑在前面 不管其他人作战 河岸两侧火力据点 还有关渡大桥 地藏的效用 或许更省于陷阱 何况解放军等陆思维 早已迈向多层双超 超越地平线 超越滩头 就是双超了 多层就是一个是水面 一个是水汽 一个是直升机 一个是传统的空降 我们现在很多摊案 已经慢慢的 对我消购快速方面来讲 也就是不利公共的 传统的登陆 那也就是中国大陆 慢慢现在开始利用它装备 而且就是解决掉摊头 摊案的这个部分 传统登陆战 早已不是现代战争首选 请成本太过庞大 英国经济学员 以二战诺曼蒂大登陆 作为对照 指出解放军 内部也曾评估 进犯台湾 必须动员3000列军事列车 100万车辆 2100架军机 和8000多艘运输船舰 因为这场攻台作战 物资的需求 至少3000万吨 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 不一定是我们国军的一个反击 主要是解放军的内部 他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 在演习的过程中间 他可能都比较边重在攻击的一个状况 可是他的一个后勤能力是如何 基本上这一块始终是一个谜团 是不是他们要再发动 这种传统登陆战来讲的话 代价是非常巨大 没有错 如果他今天掌握了制空制海 才会再对我们的陆地进行登陆 当刚通过台海的山东号航舰 或各型海空兵力 边组日趋完备 对第一线的压力 远比登陆战更快更直接 各类演训 最难的不是执行方法 前提是正式问题 了解目标 TVB的新闻 何嘉阳 叶日甫 台报道 博天气和两岸局势一样变化多端 冷空气报道 北台湾明显转为失凉 下周六更冷 不排除达到冷气团等级 下探11度 大批人称好天气 集合出发走草岭古道 11月开始芒花盛开 在供僚和投尘交界 整片嘴峰飘摇 像银色浪花 吸引民众前来 去年11月也来过 来运动啊 刚好赏芒花 现在刚好 就是算快冬天 然后有走路有风 然后又有太阳 很舒服 天气转凉 加上太阳露脸 踏青很舒服 不过东北季风报道 10号北部天空 出现棉花糖高机云 白云独立一小团 看起来疗愈 另外也有民众拍下 蓝天白云一分为二 向摩西分海 也有人笑说 这叫蓝白不合 这样主解释 通常出现此景后 将有封面或更多水气移入 是一种变天前兆 今天话说 东北季风影响的话 在桃园以北跟宜兰 还有花东这边 目前来看 云量上是比较偏多一点 那其他地区大致上 都是比较属于 倾道多云的天气 但雨封面 12号到14号 东北季风影响 其中周日水气偏多 15号东北季风减弱 但16号又有封面通过 北部东半部降雨增加 17号第二波 东北季风报道 但水气少偏干凉 目前主要降雨的地区 主要是分布在 基隆北南跟宜兰这边的话 还有东北角这边 与事上是比较持续一点 而温度上 13号一整天到14号清晨 是这波最凉冷时间点 中部以北东北部 低温18到19度 接着从16号下半天开始 到17号 第二波东北季风强度更强 北部东北部低温剩15度 甚至可能出现 大陆冷气团等级 最低温将降到11度左右 不过目前在关岛附近海域 还有热带扰动生成 预估有机会在下周一周二 生成为今年第17号台风鲤鱼 预估朝菲律宾前进 对台湾没有影响 TVB的新王新唐红卷 台湾到 天气转冷 吃姜可以让生子迅速暖和起来 营养师指出 关键因素是姜含有丰富的姜辣素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将姜片爆香至金黄微焦 再倒入鸡肉拌炒 加入两瓶米酒 不添加一滴水 让汤头更鲜甜 姜是台菜料理中经常会用到的辛香料 加入姜丝或姜片入菜 能为料理体味去腥 发挥画龙点睛的功用 台湾很多的料理中 它都可以搭配韧酱 像一些内脏类 因为内脏类它可能味道会比较重 那姜它不但是可以增加它的味道 还可以去腥跟体味 肠子类的 或者是说以肉来讲 像牛肉猪肉都非常搭配 但其实不同时期采收的姜 烹煮方式和营养成分也不尽相同 姜的种类多该怎么吃才对 像是嫩姜又在料理中能去腥体味 提升食欲 而外皮和纤维粗糙的老姜 口感辛辣 味道最呛 抗寒效果比较好 像这个嫩姜它含水量会比较高 辛辣味会比较没有这么的辛辣 而且比较嫩一点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料理的时候 会比较常用到嫩姜 因为不会强了我们的菜色 那老姜呢 你看它的皮就会怎么样 比较粗 它比较干 比较硬 纤维比较多 水分比较少 姜醇 姜杏分 含量就会比较多 那也就会比较辣 那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常常会有煮到麻油鸡 或者是这个烧酒鸡的时候 就会用姜 去做一个这个中药的一个调理 然后同时可以帮助我们的血运循环 依照姜的生长期不同 可分为嫩姜 粉姜和老姜 嫩姜种植时间最短 粉姜生长期约六个月 至于老姜则是十个月以上 含有丰富的姜辣素 可暖胃润肺促进血液循环 营养价值相当高 而且姜也富含姜醇 可以提升身体抗氧化 抗发炎能力 时间越久的姜呢 姜辣素的含量会比较高 那姜辣素它在身体里面 它可以避免一氧化氮的一个产生 就可以避免身体产生过多的自由基 所以它可以抗身体的发炎 预防身体一些发炎的现象 它们其实都含有姜醇 姜西芬含量非常的高 那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剂 姜醇跟姜西芬 它们目前就是在研究上会发现 它们对于胃的保养 其实是有帮助 或者是说它对促进血液循环 是有帮助 营养师也建议 将新鲜老姜切片 跟滚烫热水一起煮 当饮品喝 可以增强人体免疫系统 预防感冒 那像这种老姜呢 有些人在这个快要感冒的时候 我们就会煮这个姜汤 那姜汤的煮法就可以加黑糖 其实跟大家分享 它也可以直接加盐 就是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吃甜的 有些人呢就是怕热量太高 那就可以老姜直接加盐去煮姜水 其实也非常的适合 在冬天去做保暖 不过姜虽然营养价值高好处多 但也不是所有体质的人都适合 像是火气大的人 姜吃太多 会有口干 喉咙痛 便秘等症状 而腐难的姜更是不能吃 因为会产生有毒的黄脏素 有致癌风险 不过如果发现姜是比较干枯 或者发霉的时候 要记得要丢弃 因为它里面会产生一个黄脏素 那它这个在动物研究里面 是有致癌风险 虽然在人上面没有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丢弃会比较好 将是生活上常见的食材 但得适量摄取 配合均衡饮食才有益健康 TVBS新闻 严院生 刘燕轩 台北采访报道 而对于医学生来说 迅速了解人体构造 最重要的就是大体老师 然而在北区的八所医学院校 面临大体老师不足情况 教学陷入困境 谢谢大体老师 公共进进 弯腰行李 感谢老师的协助 面对眼前冷冷的冰柜台 神情庄严尊敬 所以他们上起剖课的日常 在他们面前是协助研究的大体老师 长庚大学这边其实会希望呢 尽量就是有预备有三年充足的量 OK 那才能附和就是我们每年有17位老师 可以上来帮大家上课 解剖是成为一个医学生 这个重要的一个科目之一 OK 所以只要挂在医学院里面 理论上解剖课就是必要的 都会接触大体老师这一块 我们现在走进解剖教室 在第一幕这边可以看到 有很多大体老师的生平介绍 透过这样的介绍 让同学更了解老师们的生活 也借此感谢老师的帮忙 长庚大学解剖学科 大体老师来源 一是北医中心 另一个是自家的券目中心 民国69年长庚大体券目中心开启 每年都有稳定的大体来源 至今已经领受526位大体老师 每学年有17位 目前准大体老师还有52位 男性占41位 女性占11位 老师表示一般男性数量 都会比女生高出不少 想这应该是对于自己身体形象的一个状况 因为女生应该比较害羞一些 要让女老师就是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可能心理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 我们希望这个循环是一个良善 大家愿意去捐献自己的大体 学生也愿意秉持的感恩的心 去看待这件事情 大体老师数量C少 大体条件还得符合医疗需求才能捐 根据捐证流程 患者生前必须签署同意书 离职之后家属也得签署同意书 才可以担任大体老师 一开始大体老师必须花两小时注射辅马铃 经过一年的防腐处理之后 提供学生一学年课程使用 之后由学生缝合 校方举办追思会 鼓化镜塔完成最后一步 神圣的工作使命 虽然医学观念有进步 但仍有不少人对捐赠大体有疑虑 第一线前往家属家里迎接大体的技师表示 常发生有患者生前捐赠意愿坚定 但离世之后家属意见分歧 临时反悔的大有人在 这个老师的儿子都愿意 然后女儿还不太确定 然后但是他也没有很反对 然后登到 接到学校的时候 在走廊进去的时候 他说不是他想象的这样 然后他就不想捐 我们这个是志愿签证 我们也没有一个强迫性 那沟通以后 那个女儿还是坚决要 不要捐 虽然长庚大学圈目中心健全 是提供辅大跟清华大体老师 但北区有八所医疗院校 大体老师仍旧吃紧 根据统计 北区每年进千名医学生上解剖课 平均14、15名学生 要共用一位大体老师 八校评估 每年至少要80位遗体才够用 但过去五年 平均每年收不到60位 医疗教育拉紧包 各大医学院校有不同的大体老师管道 其中辞职大学因为宗教背景 大体老师数量最多 台北医学大学则是以同属的医院体系 以患者的医院捐赠为主 搭配北医中心的数量 每年平均维持在13位大体老师 但系主任也坦言 在疫情期间 大体老师数量的确很吃紧 那像我们北医的话 因为我们比较缺乏 所以我们几乎只要说 我们可以去做防腐的程序做下来 那老师可能少了一个软槽 但软槽有两个 而且我们有别组嘛 有些学校他们就不是很愿意接受 那我们就都可以接受 因为肌肉小一点也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观察 而且有别组可以观察 大体老师一爱人间 用无私的方式提供学子进步 用光荣的方式 走完人生最神圣的一步 TVH新闻李瓦来明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你进入我婚姻的时候 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 很坏的小三 等一下 小时间还好吗 要醒了吗 我真的不想再失去家人了